說起 靈魂出竅前 小靈鴨一直住在這個美麗的養鴨場 它跟其他鴨子一樣 都是在這裡出生 但是它跟別的鴨子,有些不一樣 小靈鴨體若多病,成長緩慢 養鴨場的主人幫它找了許多獸醫 都無法治好它 小靈鴨 瘦弱的小靈鴨 大部分的時間都只能躲在角落 看著其他鴨子 玩耍或細水 雖然其他鴨子,也都很照顧小靈鴨 但是因為健康問題,無法融入鴨群 讓小靈鴨,很沮喪 讓小靈鴨,很沮喪 這裡的鴨子們,原本平安無事 直到,有一天夜晚 一群惡果突然來攻擊,這個養鴨場 所有鴨子都被餓 消滅 小靈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